前方船來超長 煞車聲 左轉黑色轎車連撞兩車 最後驚險翻車 白窗甩尾急停 車頭凹陷 黑車翻180度躺在路中間 氣囊爆開 物品掉滿地 回車引擎蓋掀起 後方車輛下傻 趕緊倒退讓路 再看一次驚險瞬間 三車連環對撞 超慘烈 行車記錄器拍下 黑色轎車要左轉 撞上 執行白車後 沒停下又失控撞上 停等紅燈的灰車 最後整台翻覆在路邊 現場駕駛街自行過關 其中一名男性駕駛表示要不登通 由救護車送至長生醫院救治 驚悚翻車意外 發生在嘉義太保國小旁邊 24號鄰近中午 三車對撞 還好駕駛都沒有大礙 當下也沒有行人經過 不幸中的大幸 在學校旁邊發生意外 對撞瞬間全都露 車殼零件散落一地 翻車駕駛送醫救治 到底是車速過快還是闖紅燈 肇事原因還帶警方釐清 記者好國文 葉仲雲 郭宜貞 嘉義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 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或是國際的評券 覺得好 會有